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太极精修秘境的节目当中 即将进入元旦 在元旦之际 我们南京红船城市太极圈协会 将举办我们2018年的新年的交流大会 此次会议呢 我们针对全国的会员开放 只要您在网上注册我们的会员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会议 那此次会议的话呢 我们突出了三个特点 第一个交流性 在会议的前一天 以及会议的当天的上午 我们呢将开放这个传承班的学习 让同学们呢 能够有效的了解我们的教学体系 第二个突出专业性 在我们元旦当天的集会当中 我们呢将通过专业的学术讲座 来探究从中医的角度 从解剖学的角度 对这个太极拳的一些概念的理解 同时呢我将会给大家做一个 契落三观的内容的一个报告 第三个点呢 我们在这个交流性 开放度跟学术性 这个同时呢 我们还要体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圆容性 那我们呢将会请我们在身边的小朋友们 给大家表演他们的节目 通过这些节目的交流呢 让我们大家更好的 以太极拳 所谓我们的核心 来构筑我们共同爱太极 共同追求太极 共同追求 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 今天 学老师讲给大家谈的是一个技术问题 这个技术问题呢 是探究如何去思考太极拳散手的所在 在这个里面 我们呢 要把它正确的处理好 套路 基本功 推手跟实战散手的这个区别 以他们的共同点 不管是什么要求 既然是太极拳 我们呢 就要理解 把握 体现出太极拳的根本的原理 那太极拳的根本的原理 也就是太极的原理 就是能够将阴阳在一定程度 一定范围之内有效的统一起来 达到一个追求 让它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那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 基本功如此 推手如此 套路如此 散手呢 更加如此 那其中太极拳的散手呢 很容易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这个误区所在呢 我想我们身边的朋友 可能也见到 某些同学练习太极拳 那是一套 然后呢 再去学习散打 甚至呢 把散打的训练 跟太极拳的训练呢 独立开来 最终呢 把披着太极拳的外衣 行散打的这些动作 那这样的话呢 表面上是突出了太极拳的积极的含义 实际上呢 它离太极拳真正的内涵呢 会越来越远 越来越淡 那在这个里面 怎么样去进行思考 进行训练 那我们呢 今天这个话题是比较 相对来讲是比较富有争议的 第一个 要改变推手的观念 首先 太极拳是没有推手的 推这个字 本来就显得拙了 我们是在分成三个空间角度进行训练 第一个空间是自身的训练 没有对方的接触 那这个时候呢 你感受的是自己的运动 自己的力量变化 但是这些力量变化呢 是以自我的感受为基础的 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失去了客观性的存在 那你如果啊 自娱自乐 渐渐深 养养性 可以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并不能够应用于 与对方进行交流的实战应用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 推手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呢 是大家在空间上 第一个出现的对方了 但是呢 这个对方 你跟他之间呢 仍然是什么 保持了一种连续的状态 这个连续的状态呢 就是一个机体的接触 也就是说 从头到尾 彼此呢 都是在进行接触 就像一个球一样 我们彼此呢 粘在一起 所以说 推手这个字啊 其实薛老师一直很反对 不如粘手 不如隔手 不如盘手呢 来得更加的这个 细致 那在这种方向 维度的训练呢 就突破了自己 跟对方进行了一个接触 而且这个接触的话呢 是零距离的 彼此之间是有接触的 那在这个接触的第二个空间维度的情况下呢 我们又面临了一个问题 在高速的 快速的 甚至没有任何所谓的规律要求的自然的搏击当中 你当对方的力量碰到你的身上 接受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再有所变化 你再有所变化 为时已晚 俗话说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散手 唧唧 仍然存在这个问题 那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推手 或者是粘手的这个状态呢 进到第三个空间的变化 什么空间呢 就彼此在没有接触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的状态 能不能进入到太极圈所练习的 达到的远转流通 阴阳 转换的这个状态 如果你能够达到的转换了 当对方接触到你的手法 身法的时候 你必然体现出来的就是太极圈的概念 跟太极圈的运动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我见过有些朋友们去讲太极圈的三首 比如说白鹤亮翅 这个姿势 陈太极圈也有 阳式也有类似的动作 就变成什么 右手割挡 左手记挡 美名其约 右手割挡 然后呢 避时 避他的时 左手呢 记他的虚 避时积虚 也体现了阴阳转换的道理 其实这种阴阳的道理 是非常浅显 甚至浅薄的 那你能不能在单手接触的时候 单点出现营养的变化 能不能在对方没有碰到你的时候 肢体呢 就进入这个状态 那个刘正德先生呢 经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太极圈啊 推手啊 打架啊 就是匡人 匡呢 是一个北方的俗语 用普通话来讲 就是骗人 或者叫陷阱吧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陷阱 都是在猎物来之前 是吧 就已经挖好了 如果你猎物站在这个地面上 你弹河挖陷阱呢 如果这个猎物站在这个地面上 你在挖陷阱的时候 书我直言 不知道谁被挖 所以说从自身练拳 以及年手或者是盘手的训练 到三手训练之后 实际上是在三个空间的一种变化 第一个是内在的空间 第二个是别人的空间 你跟别人的空间 第三个是这个什么 断空间 这个空间呢 你延伸到没有接触的时候 大家记住 在没有接触的时候 就像我们看中国的 我们祖国的美好河山 就像你站在楼台上 向远处眺望的时候 你没有动 但是你的视 你的趋势 你的思维 带着你的肢体 都会表现出一个什么 非常强的一个 所谓的是 那我们习拳 练拳 散手 进入到实弹当中 接触的 就是这个是 有些老师呢 很可笑 可笑到什么程度呢 可笑到对方 你看他来抓住我的手 我来再转化 真的 这非常可笑 这就是我们中国里面 传统的讲权 貌似很实用 其实上呢 已经把它进行畸形了 甚至进行阉割了 为什么 没有人去稳稳当当 抓住你的手 实在当中 要么轻打 要么一抓即打 一碰即打 那这种时间 这种机会 某些老师讲的 洋洋洒洒 示范的 漂漂亮亮的动作 在实践当中 是不能存在的 这样呢 也就是 让这个 我们的朋友们 久练传统武术的人 跟所谓的实战的选手呢 去接触的时候呢 往往容易吃亏 就在认识 因为他们 累了是套路 没有认识到 散手的必然性 跟所在性 第二个呢 我们思考在 太平权的散手 运用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理解 我们千万不要去 用招式 去对待对方 因为招式是固定的 甚至很多招式的理念 都是错误的 它是有些是在一个 前提前观下 才有后期的动作 那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 其核心点就是在于 我们练习太极拳 无论是拳 基本功 还是散手 我们练的是 基本的规律 正如 薛老师经常讲的 这个系统当中 正如刘成德先生 刘广林先生 所讲的 正拳反拳的重要性 我们的整个手法 就是正拳反拳 没了 腰胯 就是腰胆的转化 步伐 就那两三个 正是因为 就这么简单 这才是一个找到规律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散手 在进行实在训练的时候 第一个 切记切记 不要模拟机械的 格打平擦的动作 一定要在身体上出现 点际阴阳的变化 而这个点际阴阳的变化 恰恰是通过我们的盘手 粘手 以放松 以体会自身的放松 感受对方进度的传导 这种状态 修炼成的力量 才能用到真正的散手 不然的话 你练出来的 纯粹的是一个 这个散打的架子 所以说 其实我们经常谈 那个徐晓东这个人 其实很聪明的 他知道这个拳的所在处 有很多人事实当中 就是这样子的 学了很多年的散打 然后呢 练了一套拳 就称之为叫太极拳 这个呢 让我们 即便练太极拳的人呢 也往往内心呢 有所不分 因为这里面呢 偏离了太极拳 真正的内涵 所以说 我们在系练拳的时候 在训练散手的时候呢 往往呢 通过几个阶段 第一个呢 通过基本功 让你的身体的运动 体现出运动规律 第二个 通过粘手 排球的变化 就感受到对方 进度的变化 此时 他的缺点就是在于 他失去了 对空间的控制 那这个时候 在粘手的团合的 团合的团当中 由团变打 在 油片变打的 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慢慢的 把这个距离拉开 从而呢 出现了 所谓的散手的 自然而然的 运化产生 在第三个方面 在第三个方面 接近的散手训练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呢 采取一个单式训练 记住 单式训练 不是让你去记住这个式子 因为只要是式子 它就漏形 而我们是通过这个单手的训练 来体会这一个单式当中阴阳的变化 于是呢 本来就没有单式 也没有多式 皆是顺势而发 那从实 第四点 也希望同学们把握住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太极拳 对发力的理解体系 在很多太极拳书上 讲的进取于足 住在于腰 行于手指 这个发力是错的 你去想一想 这种运动方式 跟我们推欠 就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那这个东西 实际上话路呢 仅说了一半 再次呢 我也卖个关子 大家想一想 进取于足 凭什么取于足 把这个想透了 可能大家呢 也就知道发力的关键点在哪 第二个呢 太极拳的发力 切记切记 记住于外物 比如说打沙袋等等等等 因为他们的机制 传导性质是不一样的 此刻呢 我在我的房间当中 当我把我的木制的 制裁门打开的时候 在桶桶这个房间里面 我的木制的这个房门 会出现震动 这就是共振现象 所以说太极拳 它对对方的影响的造成的话 我们如果上到一定的理论阶段的话 我认为它可能是通过共振的形式 这个共振的形式的话呢 又是一个把粒子跟玻璃统一起来 也就是为了玻璃二强性 再往到后面的话呢 我认为都有可能在某个层面上是甚至属于量子的能量的释放 量子机的铃铛释放的过程 所以说更侧重的是它的同等性质之间的这种传导 那与此的话呢 如果我们打沙袋 打了之后 你表面的这个硬度发生了变化 甚至好多人呢 守不出现在畸形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门打坏 你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坏 你是什么 硬碰硬 以极度的强硬去破坏它 微微的太极拳 远转流通的观点 而我们不打沙袋 我们只要调整内气跟肌肉的瞬间的传导 在借力的前提情况下 跟对方的机体呢 产生有效的共鸣 这样的话呢 产生巨大的杀伤力 这一点是一定要具备的 如果这一点没有 也就是说 你既有转化的时候 也要有什么 也要有释放 它们本来是一体的 正随为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构筑太极拳 真正的实战的一些用法跟用途 不然的话 那太极拳 好多人我们看到 两人劈哩啪啪打脸 真的看起来很可笑 为什么 手法不到纸上 啪啪啪打脸 与泼妇打架有何差异 所以说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谈了一下 有关这个散手的去意识跟训练 在里面呢 主要涵盖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 散手 推手 跟盘手之间 跟基本功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 散手训练的着眼点在哪 第三个 散手训练 我们呢 应该从哪个角度去思考它 那具体的方式 具体的方法 我们呢 会在后面更进一步的解释出来 但是 整体的理念 希望同学们建立起来 它很难 但是呢 因为它理论的高度性 就决定了 它最终有一些东西会与众不同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内容讲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